什么叫度人 然后有个意念请师父指证 度人就是把观世音菩萨的想法 做法和观世音菩萨的话 告诉大家就是度人 度人不仅仅是特定的时间去发书 度人是时刻有菩萨的思维和行为 影响别人 是时时刻刻的度人 一举一动都在度人 请师父开始 对啊 他讲的对的 这个意念嘛 一定不是观世音菩萨 肯定是护法神告诉他的 护法神们这个理解们 这样们也是很正常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护法神也挺喜欢 也很喜欢师父的白化佛法 哦是 真的 白化佛法老少皆宜 然后他有这个 一年以后就马上就醒悟了 我觉得哦 并不是说每周我们去发书 就是固定 固化的一种形式是度人 就时刻都要把自己的思维和行为 告诉大家 其实就算是度人了 对啊 确实是这样吧 是 对啊 你今天 你今天样子给人家看到 让人家起庄严性了 你不叫度他 你法师在那里磕头 其他的那些 我们的居士也在磕头 你法师一直很认真的在磕头 你这种言传声教 不叫度人呐 人家因你法师的庄严而起 没关系 但是这叫以生作者 起那个为人师表的作用 这是功德 明白了吗 这不叫普世 这叫功德 普世 比功德差得很远 明白了吗 哦 哦 明白了 师父 嗯 嗯 姐妹 我想 행